哈喽大家好,我是优秘张小喵 因为我挺长时间没有拍包包的合集了 所以今天来给大家拍一个LV这个牌子的链条包 如果大家对LV的链条包感兴趣的话就继续看下去吧 也欢迎大家在看视频的过程中跟我多多的互动,多多的弹幕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给我留言,我基本都会回复的 本期所有包的详细信息都会在我视频下方的信息栏或者是置顶留言里面 也欢迎大家查看 好了,那我们就马上开始 首先给大家说的呢就是这一只老花拼黑色牛皮的这一只 Victor,应该是怎么叫啊 它是这样的一个包 侧面呢是下宽上窄的这种,这个容量很大 然后背面都是全老花的 这个包呢就一个尺寸,底边长度是27厘米 其实在链条包里面相当于一个中号这样的尺寸 它的包身呢比较硬挺,不是那么很容易变形的那种 然后整体的风格呢是偏成熟大气的 那样一个风格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五斤 它的扣子是这样亮扣的 我这个膜没有摘,因为是我客人的 我借来拍一下视频 然后链条也是蛮特别的,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这个链条再配上这个锁扣呢 就有一点油拆包的感觉 有一点复古的那种风格 然后这个包呢是我觉得在我今天介绍的链条包里面 属于比较重的一只 我给大家量一下尺寸啊 小秤在这里 零点七八公斤 然后它这种双链条也可以变成单链条的这种 这样的话就可以斜跨背 三间链背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它的链条长度我觉得有点长啊 我的身高是一米六五 我觉得我不会背这么长的链条包 斜跨的话还可以 因为我今天这个裤子是比较高腰的 而且显得它这个链条确实是有点长 其实我还是比较建议这样双链单肩背 就感觉非常的优雅 然后很有气质 这个包呢总体来说我觉得不是那么适合夏天 因为你看它这个链条上面是没有那种垫的皮的 所以如果夏天穿的很少的话 这个链条可能会各肩膀 再加上它整个包的自重不是那么的轻 你再往里面加东西的话 可能夏天的话就不是很适合 但是秋冬搭大衣肯定是非常好看的 给大家打开看一下 它这个扣是这样摁扣 就非常复古 这样一摁就开了 里面呢是这种超细纤维 就是LV比较高端的包 里面才有的材质 那夹层分布也挺好的 然后前面还有一个扁扁的小袋子 这个包呢在国内专网的价格是两万出头 具体的就看我新西兰或者是置顶留言 画号什么的我都会写下来 它有四个颜色 黑色深蓝色正红色还有紫红色 我觉得黑色配老花再配上这个扣和这个链条 还是非常经典的 然后我觉得它也不是很容易撞包 不是那种超级大包款 大家都在追求 然后当然甲包也很多的那种款式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经常比如说在小红书上发一个包的时候 有的人会在下面留言说不喜欢这个 大街上撞包的人太多了 然后我就想采访一下 大家是都不喜欢跟别人撞包吗 这个是一种什么心理呢 因为我不是很明白 就是我如果在街上看到有人跟我背一样的包 我会觉得同道中人跟我眼光一样 但是确实真的有很多很多人他们不喜欢自己的包跟别人撞包 然后又喜欢这种包款 所以我想让大家来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大家不喜欢跟别人撞包 就这是一个真心的采访好吗 大家可以弹幕或者留言来告诉我 大家就是互相交流一下嘛 然后刚才说到这个包在秋冬配大衣是特别好看的 我简单来给大家背一下 好我随便穿一个秋冬的大衣了 非常配有没有 无论你是配黑色大衣还是像我这种驼色的大衣 都很和谐 穿的厚一点的话鞋背就不会那么长 特别是你穿那种长大衣的话 就显得比例也还OK 这样 是不是 漂亮 如果你觉得它链条长的话也没有办法 因为它没办法在里面绕一下变短呀什么的 因为绕完了之后它会变得非常的短 而且整个包是这样有一点倾斜度的 所以它的链条是没有办法调节的 我不知道国内淘宝上会不会有什么 这种缩短扣啊之类的 可以把这个变短 这就是今天给大家要说的第一个链条包 大家觉得怎么样 如果喜欢的话扣一 不喜欢的话扣二 让我来看一下大家对这个包的看法 哦对 这个包的底部是这样啊 这样啊 好来 第二个想给大家说的呢 就是这一支 它的名字呢叫Velvin Velvin这个系列的包还挺多的 不同的材质 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大小 然后我今天说的呢 是它的小号 然后是棋盘格 配小牛皮的这么一个包 侧面也是这样下宽上 里面就是没有格层 背面是完全的棋盘格 Velvin这款包呢 它没有老花 它就是做棋盘格的 有老花是全皮的那种老花之后 一会儿我会去说 它下面配的这个白色的皮呢 是小牛皮 就又柔软又耐用的那种 它也是有四个颜色 黑色 白色 酒红色 还有一个米棕色 那个米棕色吧 官网的图片跟实物的图 其实有一点差别 官网看起来是有一点 焦糖的那种感觉 但实际上它不像焦糖那么深 就是米棕色 我会配一个图在这上面 大家如果想买的话 不要去看官网的那个图片 就是它是不准的 然后这个包呢 我手里面是小号嘛 它的底边长度是25厘米 然后它的链条上面呢 就很贴心的配了两个垫皮 也可以变成长链单肩包 然后因为它这个材质的关系呢 整个包也不重 它的链条是长这样 就比较经典的一个链条的形状 突然想起来圣灯士星石里面 那个星云锁链 它的重量呢 跟刚才那只Victor差不多 也是0.8公斤 我还以为它会轻一点 这个包呢 整体就会比较软一点 就感觉温柔一点 然后再加上这个配色 白色的话 就是夏天你搭连衣裙什么的 也是合适的 也不会割肩膀啊什么的 这个皮就设计的很好 我们来看它的扣子 它的扣子呢 是致敬LV的最老的那种 硬旅行箱的左扣的设计 但是它开盒很简单 它是其实是吸扣 这个地方是可以掰动的 吸扣 然后它这个磁力还挺大的 其实 听 哗哗啦就能吸住 就我买它的时候 我在检查里面的状态什么的 会夹到我的手 然后打开里面是这样 皮子拼这个棋盘格 然后这个里面也是那种超细纤维 然后里面就没有分层 就可以放一些宽宽的东西 这儿有一个安全小拉链 我觉得这只配白色呢 它的风格就偏年轻一点 就不会有大家担心的棋盘格 会老气的这样一种担忧 然后它的大小我觉得也很合适的 它的这一条长度是这样的 我觉得也很长 鞋块的话是这个样子 比较建议高个女孩去背的这样一款包 但我觉得其实双链单肩背是最好看的了 就跟那个Nikki一样 我觉得也很少看到有人在斜背Nikki 它就是这样背是最好看的 然后它的价格呢 比Victor便宜一点是一万八千多 怎么样 大家喜欢这只还是刚才老花拼皮的那一只 弹幕告诉我哦 好 下面一只包呢是这个 它也是Vabin系列的 但是它是黑色的老花鸭纹的 而且它是全皮的 突然高级感上来了 有没有 全皮哦 背面是这种全老花的鸭纹 这样 然后它的链条跟这个垫皮是跟刚才那只一模一样的 就是它的材质不一样 然后LV加的这个全皮老花的这个材质呢 看起来还是蛮高级的 优雅高贵的气质路线 然后这个也是一只小号 它价格是两万多 应该是今天我说的这里面最贵的一只 因为毕竟人家是全皮的嘛 对不对 它的颜色呢 黑色 红色 裸色 还有深蓝色配红边的那样一个颜色 就像之前这个材质出了一款那个油拆包 基本上就是那个颜色 然后让我来量一下它的重量 我觉得应该比刚才那两只轻一点 我家秤是不是坏了 咋凉啥都一样呢 它的重量也是0.8公斤 但是我真的觉得它好像比刚才那个轻还是怎么样 扣也一样是吸扣的 店员没有给我拆防盗扣 它的扣子在这里 这怎么弄啊 它里面都是全皮的 看着非常的高级 我收拾这只全皮的外面是小号码就PM的 它还有比它小一点的BB size 然后那个颜色就挺多的 而且金扣迎扣都有 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官网看一下颜色 那个BB尺寸呢 它底边是20.5厘米的 就基本上是一个小的链条包那样 然后同时呢 全皮款还有一个MM中号的 它的底边长度是28厘米 就大一点 但是很奇怪 我可以在德国的官网查到 但是它也没有货 然后中国官网是完全查不到这个包 就查无此包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PM小号呢 还是比较受欢迎的一个尺寸 它也大方看起来 单肩就是这样 这个皮子是越用越好看的那种 鞋背的话呢 秋冬配一个大衣应该也是不错的 我这个黑裤子有点顺色 好了那最后一个要说的链条包呢 就是这个也是Viving系列的 它是一个Valk其实 就是链条钱包 我觉得在Alveda Valk里面属于比较低调的那种 并且也透着一丝高级感的这么一款包 侧面这样 背面全起盘格的 扣子什么的都是一样的 它只是 这个因为包小 所以它扣也比较小 然后这个好像就没有什么磁力 里面分层是这样的 它的底边长度是19厘米 所以放下大手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然后它这个小Valk的链条长度就很合理了 就是这样非常合适的一个长度 而且它这个链条还是可以摘掉的呢 小扣子在这里面 然后摘掉的话就可以变成一个手拿包 晚宴包 官网是这么说的 这个包昼夜场合皆宜 总体来说呢 它在LV的Valk里面属于气质比较低调 比较稳重 而且比较高级的一款包 然后这个在中国官网的售价是13000多块钱 Valk里面价格比较高 它是全链条的没有垫皮的 Valk都这样 它也自己没有多沉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实用的一款小包 它有三个颜色 其中这里奶白色的那一款呢 我觉得挺可爱 因为它这边的小配皮呢 是一种樱花粉色的 就觉得很可爱 就很简灵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款的Valk呢 它也有全皮的款式 就看起来更加正式一些 更成熟一点 然后大家觉得它跟那个经典的爆款三合一相比 怎么样 你们是喜欢三合一还是喜欢这一支呢 在幕后留言告诉我 然后另外LV的链条包呢 我手里没有 有一个叫 Sun Plus Side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念 它这下面是老化的 然后翻盖是皮的 它侧面比较单薄 然后就是看起来很瘦的一款包 然后链条呢 也比我今天说的这些链条包 更短一点 就如果长链单肩背和斜跨背 可能对小个子来说 是更加友好的一款包 好了 这个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对大家挑选LV的链条包 有所帮助 我是优秘张宝喵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赶快帮我的视频 点赞留言弹幕评论转发 给你更多的集美 好吗 我以后会拍更多更好的视频 推荐给大家 我最近想了一个slogan 关注张宝喵 买包不迷路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